底线里的方远被捅伤了 天是蓝的 人是红的 凶手是齐美玉 也就是方远老婆的闺蜜 青东饰演的方远 这角色是个法院的亭长 身处高位 高学历 又高颜值 办事干净利落 文质彬彬 人际关系和睦 口才一流 人称法院里的定海神针 这样的人才居然会被 自己的身边人给捅了胸膛 方远被齐美玉刺伤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一 当初是在底线剧情开端 齐美玉网易禅士骑着电动车 在马路上塞了一把礼物给方远 意思也就是想让方远开后门 给自己的离婚官司排气往前移 防止老公转移财产 但方远不接受她的礼物 追了她几条街 最后堵住了她 把礼物还给了她 拒绝了 二 后来在一次私底下朋友聚会上 方远老婆李小乐 赵子骑士 因为和方远有分歧 回到家争吵中 把齐美玉目前的情况告诉了她 齐美玉离婚官司判了 离婚了自己带孩子 全部家产被老公转移了 她一无所有 事情的全部来源就是这样 方远近东市 之前没有帮助她 所以齐美玉认为是方远让她家庭破碎 一无所有 就这样齐美玉虽然是方远媳妇的闺蜜 还是气不过方远不帮她 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遇见方远说一声 我来谢谢你啊 说是吃那是快 一瞬间就把姐夫方远给捅了 方远倒地在路人的围观下 身疲力竭 天是蓝的 人却是红的 还好遇见了自己的徒弟周一安 是法院里的小徒弟周一安 送她去了医院 其实方远被刺伤 人身安全不是一次两次的了 还记得有一次 她在调解女主播因高强度工作 直接没了生命的案子 女主播的弟弟一直说 就要她姐姐拥有几百万支持者的社交账号 在夜深人静时 方远被女主播弟弟给尾随了 场面有点瘆人 还以为两人要打了起来 还好没有起冲突 女主播弟弟态度强硬 大声地说 我要我姐账号 看到这儿怎么感觉方远总是遇到事呢 其实吧 还是来自于她办事光明磊落 公正连接 说到方远 她不止一次这么公正连接了 在企业荣舟时和商家王超光的官司里 企业方博远就利用了她老婆的人际关系 组织了一次聚餐 方远一看就知道要被走后门了 她于是找了个机会 给夜心求助 打了个电话 她溜了 不给企业荣舟时相关人员机会 但回归到法院工作中 方远受到过人身安全的威胁 其实周一安也是遇到过 之前周一安 成义是在调解乔大壮财产官司的时候 乔大壮王佩陆氏 后来输了官司 就暗地里想要报复周一安的母亲 还让他母亲摔倒进了医院 就因为当事人输了官司 自身利益没得到保障 就把妾犬撒在了法官身上 这自身安全还是得不到保障 还记得有一次 周一安在调解佟瑞张海宇氏 和韩杰格晓峰氏的离婚案 他无意间说错了一句话 当事人佟瑞听进去了 最终佟瑞不建议要孩子 说怀孕的孩子有病 夫妻两人争吵 女方用相机设备把男方打傻了 之后周一安被投诉 他走在了离职的边缘这条路 可悲的是周一安去看望佟瑞 被佟瑞一把地推倒了 狠狠地摔了一跤 家人把这一切的不愉快 全放在了周法官身上 差点双方还起了冲突 除了周一安又说到宋雨菲 王秀竹饰演 一个漂亮有才的女法官 她在如母案中 案件有分歧 还闹出了个二审 怎么说是雷星宇 王润泽是护母 让杜红军没了生命 对判决不服杜红军李昂氏 家人一直觉得不对 不满意判决 这也让宋雨菲有了阴影 总感觉有人要报复她 在家时有人按门铃 都以为是坏人要报复她 都拿起了锤子保护自己 在工作中受到人身安全 宋雨菲这也算是 学会了保护自己 除了她 叶欣叶法官 也遇到过类似的人身安全 叶欣由蔡文静饰演 一个多愁善感 美丽聪明的法调节 在调节茶茶奶茶店加盟商案 方式欠缺 导致当事人娜娜 舒诚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舒诚是怪罪她的 在街上她还拿着锤子 被叶欣拦了去路 差点起冲突 不得不说底线真的是一部好剧 一部法治题材的电视剧 居然还可以这么精彩 每个角色都是正能量 都为了守护正义而生 但身为主演的静东 陈毅 蔡文静 王秀竹这四人 剧里有法院的工作 最惨的还是这四人 镜头最多 每天面临的事也最多 自身的安全威胁也最多 除了四人 像该剧的其他演员 表演也是一样精彩 例如曾孟雪 王莎莎 吴漾 王静松 王一南 刘敏韬 佐小青 应小天 曹骏等等知名的演员们 在剧里演绎着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角色 角色深入人心 看来的观众也得到了一段成长 对此看了底线的朋友们 是不是很有触动 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人物 每一个案件 很真实 很有感触 特别是演员诚意 他饰演的周一安 角色很丰富 故事很到位 真的没想到 他在剧中的表现这么好 演技不错 以前总认为 他比较适合古装剧 陈香如泻 与君歌等古装剧 都是仙气飘飘 就是美男子的代表 如今看了他这次的现代剧 感觉他也挺适合演现代剧的 看来的观众都认为 他演绎得很不错 所以这次底线的播出 也看到了法院工作者的不义 身处高位 慧民服务 处处也面临着自身安全的威胁 但也正是有了这些一身正气 连接自律的法院工作者 才有了正义的存在 才有了公平公正 向这些工作者致敬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底线黄小蕾 变身近东迷妹 倒追男神的勇气 像谁 在底线中 胡小青黄小蕾饰演 成了方远近东的迷妹 找个借口就去见他 那语气 那眼神充满着爱慕之情 但方远对他 就像耗子和猫一样 听其名就躲 实在躲不掉就敷衍 胡小青丑吗 当然不是 虽然不是貌热天仙 但也是眉清目秀 而且身材匀颤 打扮时髦 但就是热情过了头 而方法官有老婆孩子 他怕和胡小青 有任何私下的牵扯 胡小青不傻 当然看得出方远对他的态度 但他仍然像狗皮膏药 想办法去年方远 为什么会这样呢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当然不是 起因是源于一场官司 胡小青是一个服装店老板 店里来了一位长短腿的顾客 发生了纠纷 闹到法院 是方远调解的 胡小青对方远 阴暗生情 定做了一件T恤 写上 法力无边 这几个字 看上去带着喜感 方远 成了胡小青的男神 大有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之感 所以他主动出击 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去见他 甚至还想当人民陪审员 就连方远女儿 方可遇都看出来了 到家和妈妈告状 说胡小青是狐狸精 虽然是为了缓和爸妈之间的矛盾 但孩子的话 一真一假 他对胡小青是存有戒备之心的 在情感上 胡小青给人的感觉 就是要插足 但观众对他却恨不起来 或许是因为他的不掩饰吧 再说他也没做出什么 真正过火的事情 个人觉得 胡小青对方远 更多的是崇拜 并非真正的爱情 当年大张伟凭着喜刷刷窜红 黄小蕾的妈妈 成了大张伟的铁粉 黄小蕾的妈妈 成了大张伟的铁粉 黄小蕾帮着妈妈追星 却喜欢上了大张伟 不光主动献花 还直接说喜欢他 遭到大张伟拒绝 黄小蕾并没有死心 而是投其所好去学英语 更是在节目中和大张伟 跳热辣的舞蹈 无奈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大张伟对他就是没有来电显示 最终成为了哥们 黄小蕾拒绝后疯狂相亲 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 刘畾很快闪婚 至于婚后生活幸不幸福 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 只有他自己清楚 人生总会有遗憾 能把遗憾当成拐点 也是勇气 黄小蕾做到了 胡小卿的结局 要看编剧的心情了 人生如戏 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或悲或喜 只要认真的爱过 就足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